安安,我是路克 今天要來分享 這次十加雷地獄的雙成就隊伍 能解的成就師三屬性與全神 這打法不會用到陣營能力 其中一張紅娘練蠻技就好 這隊250%加成 解完成就後可以把第3第4格 改成尼路或普羅米修斯 這樣子刷幣效率更高 進關前建議先看刺領留言的細節補充 需要字幕攻略的人 也可以開啟YT內建的字幕功能 接下來看到這隊的注意事項 普羅米修斯都要用神劍 準備好之後就開討吧 進場會看到陣營技能 但是這打法用不到 這個小王八蛋有紅綠燈 還有開氣扣血 最後再附上我們不在乎的 光珠反手消盾 整關幾乎都有開氣扣血 但我覺得影響不大 戰友主動 走紅綠燈 露11光以上 第二層 能力繼承 手消全按全滿結界 手消全按平坎 第三層 50%盾 光外最少數轉光 隨便一步 下回合隨便一步 第四層一血 暗數三十字 對擋主動 右半旁邊一步 而且 進場會附加消除 按外減傷95% 並要求手消9C 戰友主動 右半排面一步 第五層光靜消 並要求手消6組以上的屬性珠 每回合光珠還會被附上爆破炸彈 這個爆破炸彈會把神竹珠蓋過去 很白癡 紅娘 直壓 照路進轉 第六層 五屬加護各兩力 並要求手消屬性不相同 且手消5C 隊長主動 隊長角色珠 向下拉到底 王冠一血 王冠一血 全版結界 消暗減抗 並要求17C以上 戰友主動 右半旁邊一步 二血 暗外減傷95% 石格物化 隊長主動 右半旁邊一步 以上就是 這次死加雷地獄的雙城救隊伍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掰